文仔鑽自救会会长递交陈情书给民进党立委洪生汉 指控新北市长侯友宜没有倾听居民心声 有情有出来 苏贞山有来现场看我们 宋主义还可以坐下来跟我面谈 你侯友宜你真的太差了 1511区的居民将来重盖是一楼 三楼透电变一楼厕所 有些网民说我是什么塔绿班 我昨天半夜在看我很痛心 你家如果是灭入你家如果是 变成一楼你能接受吗 我们的后天土而然被无可刮牛 坚决反对侯市府违反情理的一个 建幣率跟容积率 请内政部出面重新办理 我们必须讲我们合法住宅的市民 对新北市政府我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文仔鑽自救会成员讲到眼眶泛红 除了不满建幣率容积率不合理 更生气侯友宜在证件会上扯谎 说文仔鑽没有居民抗争 欧友宜侯市长 真的对他辖区内的市民 真的是漠不关心 欧友宜侯市长在选总统的过程当中 对他原来新北市市民 支持他市长连任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讲 真的是情义和看 请民进党不要从中挑拨误导视听 从109年9月侯市长正式启动 重划拆迁 拆迁过程中居民跟市府共同努力之下 的确没有因为拆迁发生抗争的事件 新北市府强调依法依规处理 但对自救会1000多户来说 历经4年多城抗 组产还是被打压 未来只能持续抗争到底 替自己争取权益 下期订阅评论的朱树君 太不报道